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Sony当中如何安装第三方模块 也是扩展包 因为我们知道拍摄语言 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那么这个强大的依赖于很多开源社区 来为它开发越来越多各种各样功能的第三方模块 或者说叫做扩展包 那么在Sony当中 这个安装扩展包是非常的方便 虽然拍摄语言 安装扩展包都是通过PIP的命令来做的 但是Sony可以把PIP的命令包装到它的图形界面当中 那么它在哪呢 我们点工具管理包 比如说呢 我们要安装一个中文分词的 很有名的 叫做杰巴 是吧 我们在这上面呢 想要几个节目 不麻烦 把它的整个的包名 然后再点 拍PIP 很多包 它就会从这个网络上 服务器上搜索这个包 同时显示这个包的信息 然后点安装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包安装到哪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Sony它可以 它有自带的一个派通解释器 那么它也同时也可以用系统安装的其他的解释器 那所以呢 我们要看这个包呢 安装到哪个解释器下 就在这个标题栏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3.7 它安装到这个配套3.7里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往其他的解释器下面 安装包 那么不同的解释器之间 它安装的包相互之间呢 是不互通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有一些同学 有时候呢 同学会问 说我系统当中已经安装过了一个派送 我能不能用 当然可以用 你只要在选择这个解释器的时候 在运行选择解释器的时候 选择相应的 你的安装好的 比如说我安装了一个3.8 然后呢 我就用这个3.8 那么一旦选择了好了 以后呢 我这个报案 它就会安装到这个3.8里面 同时呢 这个已安装的包 我们也会显示出来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3.8当中 这个已经安装的包税很少 我可以把它 把这个解释器呢 安装在这个3.8当中 点安装 那么经过呢 这个下载和安装 这些都是完全自动的 而且呢 如果这个第三方的包呢 它还有一些依赖着其他的包的话 那么这个PIP系统 也会自动的把你把那些依赖需要的那些包呢 给它自动下载安装 关闭就行了 那么我们如何验证 说我这个包是不是安装成功了呢 我们就只要在这个shell当中 import 你打一个import 捷发回车 如果它什么都没显示 这就说明没有错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捷发可以怎么用 是吧 可以说DR 这个模块当中有哪些的函数对象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help 这里呢也有解发的一些帮助文档 当然更多的一些例子啊 我们可以去网上博客啊 去搜这个解发的一些用法 那以后有机会呢 如果做自然语言处理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文的自然语言处理 是怎么做的 这是管理包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管理包当中 你必须要把这个确切的包名给它输入进去 但是你如果只输入一些呢 它是不会把你自动搜索的 所以它会说 你需要输入确切的包名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安装当过程当中啊 会碰到一些情况 比如说 因为缺省的这个Sony的PIP呢 是连接到这个PYPI的官方的网站上去搜索 和下载 那我们知道呢 它这个官方的服务器呢在国外 那有时候呢 就会因为时间太长 下载不下来 或者是太慢 引起安装包的失败 会出现好多 就会出现一个失败信息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你就多试几次吧 或者说多点几次 或者是换个时间 等换个好的时候 它肯定就安装上去吧 那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呢 那包确实可能比较大 然后另外呢 你无论怎么搞都安装不善的话 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 就是换国内的软件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服务器呢 在国内有很多 大家上网呢也可以搜到 只要搜PIP 语言 国内 这么这几个关键字就能搜到 比如说呢 这个清华大学就有一个静向的语言 那怎么样去修改成这个镜向的语言呢 从国内上下载来安装包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它是这样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系统的Shell 那这个呢 在在苹果当中 它就是一个终端 这个终端 好 那我可以看一下 我的目录是什么 你CD回车 到我的用户的子目录 CD回车 到我的用户的子目录下 主目录下 那这个时候呢 主目录呢 就是我这个目录 那它有一个目录呢 叫做.config.cd. 点.config 下面 好 它就到了这个目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录里头 有什么文件 ls 有这么多文件 那么其中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目录 叫做PIP的目录 我先 我这边已经有了一个 那我先把它删除掉吧 删除掉 这是删除目录 这个大家就不用做了 我相信你的机器当中 可能也没有这个 那我们就创建目录 makedir pip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PIP呢 就是一个子目录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子目录当中 大家看到 哎 这个当前的目录 已经变成了这个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往这个目录下 写一个文件 叫做.pip.conf 那怎么样 网里头写两行内容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cat 请停 pip.conf 回车 这个时候呢 它会停在这 其实它是在等你输 那我们就直接输 那么它需要有两行 第一行呢 是叫做.global 第二行呢 index.url 等于 那么 清华这个语言 是https 冒号写干写干 pipi.t1a.tsing.edu.cm 然后写干 simple 这样 那么 到最后呢 它需要一个文件的结束符 那文件结束符呢 在 Mac上 在苹果上 是Ctrl D Ctrl D 好 这样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目录下 已经有了这么个文件 有了这么个文件 好 那我们既然设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pip3 来验证一下 这个 是不是对的 你看 pip3 configure list 我们看到呢 有个global.index.url 已经 到这样了 已经变成了国内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设置好了 那设置好了以后 那我 用ESIT来退出 进程 进程 完成了以后呢 用终端 退出终端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 所有的这个 管理包里头 安装这个包呢 就都从 刚才的 那个国内的原位 去安装了 那 那这样的速度 就会变得非常快 那么在Windows下 应该怎么做呢 在Windows下呢 一般来说 我打开一个笔记本 它应该呢 是在 在你的C的users 然后你自己的一个用户名 比如说我的呢 在这个目录下 你创建一个子目录 也叫PIP 然后呢 再创建一个文件呢 叫PIP.II 在在这个文件里 也是两行 也是刚才那个两行 那么这两行呢 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敲过的这两行 就是这两行 这两行敲过了以后 那你也要在 Windows当中 打开那个 Kamander 那个黑色的窗口 来执行一下PIP3 ConfigList 看一下 来验证一下 就跟刚才我们敲的这个一样 看我们在这 敲的PIP3 ConfigList 如果你能够看到 你刚才所敲的这个清华的这个服务器的话 那就对了 那将来你所有的包呢 都是从这个国内的服务器去下载 去安装 那关于Sony当中的这个包的安装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